据环球时报消息称 在中国外长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的城市里走上一圈 就会发现中国在这里的印记显而易见 在斐济首都苏巴的一侧 能看到一座用中国贷款重建的桥梁 斐济总理曾站在中国大使身旁为该桥揭幕 伊丽莎白女王大道上有北京新建的大型大使馆 身穿亮色背心的工人 最近修好了大使馆门口的路 北京上印着一家中国国企的名字 在整个太平洋地区 中国的规划更具雄心 更引人注目 中国外长出访太平洋岛国行程过半之急 中国正寻求通过协议将这片广大地区记载一起 扩大进入其陆地海洋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机会 承诺以发展奖学金和培训作为回报 目前美国纽约时报发文 太平洋影响力争夺战 中国为何遥遥领先 文中指出 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 今日南太平洋的局势揭示了美国的衰落 即便华盛顿试图加大投入 还是远远落后 他们错误地认为 高坦扩论存在利害关系 就能产生影响力 整个太平洋地区 仍在使用的许多机场和医院 都是美国及其盟友 在二战期间建造的 在一些老旧设施中 还能在角落里找到纪念牌匾 但这种基础设施 大多已荒废 除了可口可乐的商标 美国如今缺少参与和投入 在太平洋地区 美国根本无足轻重 新西兰梅西大学的安全研究 高级讲师安娜·鲍尔斯说道 华盛顿的人都以为 美国的影响力举足轻重 这让我感到震惊 因为实际上并非如此 美国的出现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 难以相提并论 例如 在斐济 中国大使馆位于市中心 人员充足 且常出现在当地新闻媒体上 相比之下 美国大使馆坐落在 远离市中心的山坡上 一个戒备森严的建筑群众 没有全职大使 拜登上周才提名人选 人手不足的情况 众所周知 虽然美国及其盟友 对该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但中国正提供 数亿千计的奖学金项目 用于职业 外交和灾害应对培训 显然 中国意在继续强调 有意意味着建设与提供繁荣的承诺 在世界的这个地方 紧迫的问题是 对美国来说 有意意味着什么